这事发生在大清乾隆年间 地点在江苏松江 此地有庙宇道观好几座 其中有个小道观名叫清虚观 当家人五十来岁 自称俗家姓张 道号清金 因此当地人都管他叫张清金 又或是清金老道 清金老道对外宣称 他曾在中南山练就了一身绝顶的好本领 不但能够点识成金 化地为牢 折指为马 还能呼风唤雨 撒痘成冰 更是能将天上的仙女召唤到凡尘 稍微有脑子的人听到这番大话 亦者认为说这种话的人 要么精神不大正常 要么纯属胡周白扯 但那个年月的人们普遍比较迷信 因此清金老道说出的话 还真就有不少人坚信不疑 信其具备非凡本颖的人 不惜重金请他将天上的仙女请到人家 让人间的凡夫俗子 可以一睹天女的容颜 每每有人求他照请 他则约法三章 要其必须提前备好用上等丝绸材质的衣裙 以及金赞银钗白玉珠之类的首饰 一定要拣选极其华丽珍贵的 要不然就是心不成 天女就不会来 有人问他 天女为何必须穿戴人间的服饰 他则振振有词地说 天宫也有规矩 而且规矩比凡间大得多 倘若天女穿着天宫的衣裙 带着天宫的首饰 就不能降临凡间 天女来到凡间 必再出庚 按现在的时间点 就是晚上七时至九时 降临之前 求知者必须先将卧室打扫的一尘不染 并禀绝人计 然后由青金老道步入 青眼室门 舒服颂咒 一通折腾之后 青金老道出世告知求知者 天女已经到了 此刻就在室内 还不快些进去会会 求知者走进卧室 果然见一女子端坐床榻之上 兴谋英纯 艳丽非凡 举手投足 托具掀器 情挥玉手 山秀一想 富裕诱人 令人目眩神迷 犹如置身于天宫仙境一般 天女只是浅笑 却不言语 求知者则神魂颠倒 欲见迷离 不欺便沉沉睡去 醒来之时 室内只有自己 天女则不见了踪影 不但天女不见了踪影 提前备好的绫罗绸缎 金瓒银钗等等也不见了踪影 喜欢这个故事的朋友 可以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哦 若问青金老道 天女哪里去了 青金老道则说 天女不能救宿凡尘 因此天不亮便飞升而去 若再问 为何天女也眷恋人间俗物 单单自己走了还不成 还要来个卷包会 青金老道则很是不悦地说 天仙是不可亵渎的 他既然能从天上来 则不能白来 哪些人间的俗物回去送给姐妹们也是很正常的 这种事情不要乱讲 乱讲就要生活 想当年殷舟王就因为写了一首 亵渎了女娲娘娘的歪诗 娘娘一怒灭了殷商 倘若不想自家遭祸 就不要废话 经由他这么一通连虎带下 求知者居然真就没有一人敢声张 随着青金老道的名气越来越大 富豪商骨 顽固子弟屈之若鹜 即便耗尽资产也毫不在乎 某日 临线的一个顽固子弟携带重金败会青金老道 说自己仰慕月宫嫦娥之美 希望能通过道爷的帮助 让他能与嫦娥仙子一回 青金老道面对大买卖自然不能放过 先是满口答应 但随即又露出为难之色 说是嫦娥仙子乃是天上排名第一的仙恶 非杜兰乡 无财乱这等雍之俗坟可比 若想见嫦娥仙子 非钱金相仇不可 另须提前备好明珠百科 彩博百匹 不这样办 只怕嫦娥仙子就不会来 顽固子弟当即答应 只要能请来嫦娥仙子 这些破费都不算什么 几天之后 青金老道将顽固子弟请到一桌 出僻静的院落中 到了夜间 嫦娥仙子果然降临 那艳丽之姿 摇曳之态 绝对人间俗人可媲美 顽固子弟的见天宫之人 不禁大喜 跪在仙子族下 眼神欲见迷离 继而沉沉睡去 醒来之时 已经四个 仙子早已离去 只留他一人在屋中 自此之后 这个顽固子弟开始茶饭不思 每月逼出重金请青金老道为他照请一次 一次 顽固子弟请求青金老道说服嫦娥仙子与他缠绵 这样他也算是个人间后裔 青金老道说此事也并非不可 不过价钱方面也要多意思意思 顽固子弟早已神魂颠倒 对青金老道的话言听计从 青金老道祝他达成所愿 此后几月 顽固子弟将副冠一线的家产摆光 还从亲朋手里借了一大笔钱 顽固子弟的父亲得知儿子败光家业与青金老道有关 勃然大怒 虽向县衙控告 县台也随即发出废签火票 派出三班牙插抓拿青金老道到宫堂 有道是人是木雕 不打不招 又说是人是苦虫 不打不成 一通板子打下去 把个青金老道打得直呼阿弥陀佛 那位说了 你这人静虎说老道咋能念阿弥陀佛 是啊 正常的时候不会念 打闪了之后不但念阿弥陀佛 还笔划十字架里 老道扛不住打 只能供出实情 所谓天女 实则是青楼女子 老道身长体瘦 穿着宽衣大袖道袍 只需将赤身的青楼女附在怀中 以道袍遮蔽 成夜色昏黑 人莫能辨之际 邪青楼女进入境市 接着 青楼女便将求知者提前备好的衣裙穿好 坐在床榻上等着青金老道呼唤求知者进屋 求知者之所以再见到天女时遇见 迷离继而呼呼大睡 是因为老道让青楼女将提前配置好的一种迷药 撒在袖子中 玉壁一挥 迷药散发 求知者在迷药的作用下出现幻觉 既而神志不清 随之沉沉睡去 接着这个当口 青金老道则进屋打包 依旧用刀袍遮掩着青楼女出去 所得财物 两家平分 吐露真相 令人扎舌 说来说去 哪里有什么天女下凡 不过是青楼女假扮而已 可笑那些有钱阔老 居然让一个怪力乱神的老道耍得团团转 真让人可发一笑 依照大清律 青金老道犯了蛊惑之罪 因此被出以极刑 而那些受其所骗之人 只能是出门跌进探窑里 自认倒霉 生义人被人谋害于池塘中 无故之人被冤枉 白度托梦 乌鸦鸣鸣 看为青天如何抽丝剥茧平渊破案 话说在古时 我丈夫江夏县有个商人叫郑大 马二是他的表弟 两人自幼交好 长大后便在一起经营布匹生意 这一年正月二十日 郑大与马二各代文言二百余两相约 前往校赶贩卖布匹 当天离家出发 第三天到达阳罗后 郑大对马二说 看今年这形势怕是买卖不好做 两个人捆在一起的话谁也赚不了钱 不如我们分开 你去心里收获 我去城中收获 你要是收到布匹的话 可叫人陆续地挑到城里来 我在这里保管 马二跟着郑大出来时间长了 对他的话基本上是言听计从 于是就答应了 两人随机找了家酒店 待吃饭后各自上路 这家酒店的主人姓李 因为他们经常往来于这条路上 和店主慢慢地也成了老朋友了 见他二人到来 李老板非常高兴 于是就预备了一桌饭 三个人美美地吃了一顿 酒足饭饱之后 三人告辞 命丧山也且说马二 辞别正大后一个人前往心里而去 这马二平日里酒量不是太好 今天多喝了点 走不到五里地酒进上来了 于是在路边的亭子里就休息下来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一阵冷风吹过来 马二打了个机灵 醒了过来 一看天色已经快要黑了 赶紧加快脚步继续赶路 走了有好几里路 来到一个叫南极的山岗上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马太心里着急了 正巧这时 路上来了一个人 这人叫做无财 好吃懒做 专门在路上干些劫财生意 其实他早早地就盯上了马二 见马二孤身一人背着个包裹 心中便有了打算 于是装作偶遇的样子和马二在路上碰面了 无财对马二说道 这位客官 眼看天色已晚 你怎么还不找个地方住宿 这个地方可不太安全 经常有坏人出没 这无财 虽说感谢伤天海里之事 可长得一副书生模样 一般人根本不可能将他和强盗联系起来 马二也不例外 马二心中早已慌乱 见无财如此说道 赶紧问 这位大哥 我一个人孤身到此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住宿的地方 你家离这里远不远 能不能让我借宿一宿 明天一早我就上路 无财回道 我家就在前面不远处 不过我家又不是旅店 不能随便留人住宿 马二要求道 这位小哥 你就行行好吧 我就住一晚 可收留我的话必定有重血 无财装模作样的想了半天 叹了口气 说道 谁让我心肠软呢 看你也不像坏人 就将就一晚上吧 于是 就把马二领回了家 无财的妻子和老母亲平日里对无财的一些事情也有耳闻 对他的做法很是反对 奈何离了他有没有生活来源 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见无财又领了一个人回来 婆媳两人又不高兴了 无财对妻子说道 有位客官找不到旅店住宿了 今天在咱家将就一晚 明天就走 赶快弄些韭菜 客人肚子饿了 马二还以为婆媳两个是嫌弃自己来借宿打扰而不高兴 于是赶紧说道 老婆婆不必生气 我就将就一晚 明天自有愁血 不一会儿 一桌韭菜就准备好了 在无财的热情招待下 马二又喝多了 半夜十分 无财见马二睡得正香 把他背到了门前的一个池塘边 取出预先准备好的绳子 把马二捆了个结实 还在身上绑了块石头 把他丢进了池塘中 搬完事情后取出马二的包裹 把里面的银两葬好后又睡觉了 无辜盟冤在说郑大在城内收了三天货后 迟迟不见马二发货过来 心中有些疑惑 十天后 马二还没有发货 郑大便前往新里牙人杨四家里去看 杨四见到郑大很是惊讶 便问道 怎么今年来得这么迟 郑大见他如此发问 就说道 我表弟马二十天前就来你家了 为什么迟迟不肯发货 杨四问道 什么表弟 没有人来我这里啊 郑大听他如此说 很是生气 你装什么装 马二年年来你家收货 你怎么说不认识他 他什么时候来的 十几天前 他和我一起来到校感 我们两个商定分开收货 我在城里 他来这里 杨四马上又问了问亚行里面的人 都说没有见过马二 见在杨四这里问不出什么 郑大只好来到李老板的酒店中 打听马太的下落 李老板也说自从那日分别后未曾见过马二 郑大又远路一路打听再次回到了亚行 问亚行里的伙计是什么时候来的 伙计们都说是二月份才到的 郑大心中思量 肯定是亚行的杨四看见 马二独自一人拿着很多银子来此收货 建材起义 把马二杀了 于是对杨四说道 马二和我分别后 就前来亚行收布 中途并没有到其他地方 必定是你谋害了他 杨四说道 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店里这么多伙计 如果是我谋害了马二 伙计们不可能不知道 郑大说 你亚行中的伙计都是二月后来的 马二是正月里来你这里收货的 他们来的时候 你已经把马二害死了 二人争执不下 就扭打在一起 众人劝开后 郑大随即离开亚行 前往官府告状 宪官马上命人将杨四捉拿归案 开堂后 宪官问郑大 你状告杨四谋财害命 可有什么证据 郑大说 杨四轨迹多端 坏事做得天衣无缝 哪能留下证据 请大老爷细查 见郑大如此污蔑自己 杨四叫道 郑大颠倒黑白 诬陷他人 年后马二并没有来我家 何来谋财害命一说 宪官见郑大说的挺有道理 就对杨四严刑拷打 开始杨四还是不肯招任 宪官下令重刑伺候 杨四受刑不过 就胡乱招任了 宪官问道 你既然招供杀人 马二的尸体及随身携带的银两 现在何处 杨四说道 尸体扔进长江了 银子全部花了 宪官见杨四招任 就下令将杨四下入大牢 待秋后大屁 罪有应得半年后 朝廷派遣刑部主事 魏道行来湖广查访园狱 而这一天来到武昌府 命人把今年的 人命卷宗全部戴上来 细细查看 看到杨四杀人案时 不知不觉睡意来袭 就睡着了 睡梦中 只见一个兔头男人 和一只兔子都戴着一顶帽子 奔到案前 第二天 魏道行随即开始 对这个案子进行复查 他问酒店老板正大 与马太他们是否当日分开 李老板肯定地说道 正大 马儿在我店中吃完饭后 就分开了 又问杨四杞牙刑的伙计 军汇答没有见过马儿 魏道横心想 既然两人已经分别 而马儿又没有去牙刑 一定是在中途出了事情 随其称病不出 却带着两个仆人案中进行查法 几天后他们来到了南极 魏道横见此地道路难行非常偏僻 心中已经有了打算 走到前边不远处 有一个池塘 池塘上边成群的乌鸦在湖面上飞来飞去 魏道横见状有意 便命人前去查看 只见池塘上面扶着一具尸体 因天气拨算炎热 尸体尚未腐烂 魏道横马上命人致阳罗倩让县官带上20名差役到此听命 不一会儿 县官带着人赶来了 随后池塘水面上的尸体被打捞了上来 魏道横说道 再去池塘里面仔细搜寻 看看是否还有尸体 这一看不要紧 一会儿差役汇报说 池塘底下大概还有十几具尸体 不过都成白骨了 听此情况 魏道横下令把池塘周边的十来户人家全部捉拿 问道 这个池塘是谁家的 众人回答说是公用的 不是一个人家的 魏道横让他们辨认尸体 众人都说不认识 剑在村民身上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魏道横便将村民们都带回县衙中 在路上 魏道横左思右想 终于想到一条妙计 回到县衙后 魏道横命令村民们逐一报上名来 待众人把名字都写下后 魏道横说道 前几天我在武昌做了一个梦 有人手拿诉状钱来告状 说他被人谋害于池塘之中 从今天发生的事情来看 果然与所做的梦相应 而你们的名字中恰恰就有那天谋害他人的凶手 说完后 假装用毛笔在姓名上乱点了一顿 大声说道 无辜的人都站到一边去 谋害他人的凶手跪着听神 这十几个村民中就有凶手无才 大概是被魏道横这已经一炸的做法下门了 众人没做亏心事都张了起来 唯独无才跪在当庭 站也不是 跪也不是 正在犹豫之间 只听了魏道横骂道 你这个杀人凶手 你到哪里去 还不老老实实地跪在原地 有道是为人不做亏心事 不怕半夜鬼敲门 在魏道横的审问之下 无才将他杀人的罪行一一招供了出来 清朝顺治二年种下 陆安府齐老爷家发生了一件怪事 每当雷雨交加的夜晚 齐家就会有人离其死亡 短短两个月时间 就接连发生了三起命案 至十九人丧生 一时间 齐家人惶惶不可终日 整天提心吊胆 齐老爷名叫齐炳章 他家才万贯 富家一方 听说齐老爷并不是本地人 三十来岁才搬到陆安府居住 他在街上开了一家古玩店 后来娶了一起一妾 妻子翠莲先后生下两个儿子 三个女儿 小妾刘诗玉有一儿一女 一家十口衣食无忧 日子过得悠闲自在 可是 几个孩子都未成年 灾难就开始降临在他们头上 夏日的一天深夜 雷雨交加 电闪雷鸣 宾管家被一阵刺耳的雷声惊醒 他提一下床 准备去查看一下其他房间有没有进水 他刚一出门 就看见走廊里有一个人影 正在这时 一道闪电划过夜空 宾管家看得清清楚楚 只见那人身穿白衣 披头散发 脸色布满血迹 宾管家吓得浑身发抖 汗毛直立 大声惊呼快来人啊 有鬼啊 话音刚落 那人就不见了踪影 大家听到叫喊声 都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齐老爷带着几个家丁 装着胆子围着院子转了几圈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妻子翠莲忽然想到了什么 他慌慌张张地向孩子们的房间跑去 他推开房门 发现三个女儿正在熟睡 心里似乎踏实了许多 可当他来到儿子的房间时 却发现两个儿子已经气绝身亡 听到翠莲的惊叫声 齐老爷和家丁们都跑了过来 看到两个儿子身遭不测 齐老爷脑子里忽然一片空白 随即失声大哭 管家惊魂未定 叫上一个家丁 两人赶去衙门报案 雨渐渐地停了下来 路上的积水已经没过了膝盖 半个时辰后 王知府带人赶到案发现场 据齐老爷所说 刚刚去世的两个儿子 一个15岁 一个刚满12岁 仅有的两个嫡子去世 齐老爷夫妇痛不欲生 捕作对两名死者进行验尸 发现二人嘴唇发紫 指尖发黑 疑似有中毒迹象 他经过仔细观察 在两名死者的耳根处 均发现有一个细小的针牙 知府大人查看了房间各个角落 发现窗户紧闭 并无异常之处 宾管家将自己的亲眼所见 告诉了王知府 但知府大人并不相信鬼神一说 他猜测定是有人装神弄鬼 故意混淆是听 可案发现场并没有留下有力的证据 案件根本无从查起 很快 二十多天过去了 齐老爷前前后后跑了十几趟衙门 终究还是无果 又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齐老爷夫妇听到雷声看了看窗外 妻子翠莲怕女儿们被雷声惊醒 担心孩子们胆小害怕 于是打算去他们的房间看看 可翠莲去了好久 齐老爷也没见他回来 忽然 他有种不祥的预感 便穿衣服便向女儿的房间跑去 当他来到门前 只见屋门敞开着 妻子翠莲倒地身亡 三个女儿也未能幸免于难 前一桩案子还没有破 齐家又有四人丧生 五座勘察完现场 发现四位死者的死因和前一桩案子竟然如出一辙 齐老爷看着死去的妻子和三个女儿 精神激进崩溃 他嚎啕大哭 尝尽了失去亲人的痛苦 夏区内接连发生了两起人命大案 知府大人心中倍感焦虑 他加派人手暗中查法 希望能尽快将凶手捉拿归案 可是却一无所获 凶手为何会选择再来一天作案呢 他的杀人动机又是什么呢 王知府百思不得其解 他担心齐家再次发生意外 特意安排人手暗中保护其家人的安全 家里接二连三出事 齐老爷的小妾刘氏 过得更是战战兢兢 他担心厄运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这天晚上 床外又下起了大雨 刘氏将两个年幼的孩子哄睡 他靠在床边 心里感到忐忑不安 齐老爷担心再有事情发生 偷偷地躲进书房里 不知过了多久 刘氏困得迷迷糊糊地闭上了双眼 正在这时 一个人硬闯进他的房间 随后十几名官差将房子团团围住 只听到一个人哈哈大笑 从屋子里走出来 他对知府大人说道 我早已料到你们会来 可惜你们来晚一步 齐老爷看着眼前之人 大吃一惊 没想到杀人凶手竟然是家丁赵成 听赵成这么一说 齐老爷万分惊恐 他亮亮呛呛跑进屋里 只见刘氏和两个孩子已经栖息全无 知府大人一声孕下 赵成被几个洋一快速拿下 齐老爷怒气冲冲地问道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杀我全家 赵成冷笑一声说道 这句话应该我说才对 八年前太阎府那起面门惨案 你可否记得 听闻此言 齐老爷面露惊慌失色 一时间他无言以对 棱在那里 知府大人命人将赵成和齐老爷 一同带回衙门审讯 原来 齐炳章乃是太阎府人士 年轻时曾是当地有名的地体流氓 太阎府有个叫赵伯通的人 此人家大业大 在街上开了好几家商铺 常言道数大招风 齐炳章趁着一个雷雨夜 他带着二十多个弟兄冲进赵府 将赵家的财务洗劫一空 赵家上下 包括四名家丁在内 一共十四人丧生 只有赵成一人被救火 这才幸免于难 后来 官府到处张贴告示 缉拿主犯齐炳章 但他始终未能落网 从那以后 十三岁的赵长被姑母带回家中抚养 他从小就在心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并暗自发誓 这辈子一定要找到齐炳章 为全家报仇血痕 几年来 他不知道去了多少个地方 最终在陆安府发现了齐炳章的踪迹 为了借近他 赵成与家丁的身份混进了齐府 最终让齐炳章尝尽了失去亲人的痛苦 后来 通过齐炳章的供述 官府将当年参与杀人抢劫案的其他人员一并擒获 所有罪犯均被绳之以法 赵成大仇以报 死而无憾 他希望齐炳章一伙人的寺可以高位父母及家人的在天之灵 城市县有一个叫富裕的男子 长得五大三粗却整日游手好闲 与一群地痞流氓私混在一起 富裕的父母非常溺爱他 因而从来不指望他干地里的农伙 富裕的父母只是普通的农民 虽然家中有十几亩土地 但并非富有之家 可是即便如此 父亲二人宁愿自己饿着 也要让富裕锦衣玉食 待他如少爷一般 从小娇生惯养 因而富裕长大后不仅没什么挣钱养家的本事 反倒是年迈的父母为奴隶 父母做的稍有让富裕不满意的 便是一顿拳打脚踢 富裕对父母尚且如此 对外人就更不必说了 周围邻居都知道富裕是个混蛋 所以平时尽量躲着他走 可是即便如此 还是难免跟富裕发生一些矛盾 富裕身材魁梧 年轻力壮 因而争吵一番后 结果是邻居被其打得鼻青脸中 富裕飞扬跋扈已久 打伤了人自然是父母为其擦屁股 赔钱是少不了的 有的时候还要给人下跪才能稀释宁人 富裕的父母之所以这么低三下四 就是不想让他遭受牢语之苦 可是富裕的父母是他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而他则是父母如草芥一般 后来的某一日富裕因为母亲做饭多放了一点盐 拿着扫把满大截追着母亲打 富裕的母亲拖着老病残去 奋力地奔跑着 怎奈跑着跑着不慎掉到了村外的老井中 富裕见死不就不说 反倒趴在井口将生生之母大骂一通 最后富裕的母亲被活生生淹死在了井下 母亲死后富裕的父亲为了帮儿子躲避罪责 当官府过问时 他竟声称妻子因病而死 富裕的母亲本就有肺病 结果官府就听信了富裕父亲的话 草率地检验了一下尸体 然后真以病亡结案 然而帮富裕躲过了世母的罪责 富裕的父亲从此就不被虐待了吗 当然不 富裕的父亲继续为儿子做牛做马 某一日富裕让父亲用小车推着他 去参加狐朋狗友的聚会 富裕和一群流氓在屋里吃吃喝喝 他父亲则在外面等着 还不如一匹马 马儿还能吃点草 而富裕的父亲只能站在儿子画好的圈子里 一步都不敢踏出 参加完聚会回来时 富裕的父亲因为饥饿 所以就有些力不从心 怎奈富裕一点不体恤父亲 反倒不住地催促父亲快点 快点 富裕的父亲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解释了 所以没有立马回应富裕 结果富裕就开始发怒了 跳下车来将父亲一脚踹倒在的 接着就是一顿毒打 富裕的父亲虽然身体康健 但毕竟上了年纪 因为饥饿再加上被毒打 结果不一会儿就被打死了 喜欢这个故事的朋友 可以长按点赞支持一下我 打死了亲生父亲 富裕不慌不忙 将父亲的尸体放到车子上 然后用草席盖住 富裕准备将其抛到几里外的枯井里 怎知半路上却碰到了县衙的捕快季某 季某见富裕推着车子行色匆匆 于是就问他车子上装了什么 富裕狡辩说 是一头野猪 季某觉得可疑 于是就说 俗话讲见面分一半 你得分给我点肉尝尝 富裕当然不肯 但还是被季某强行掀开了草席 季某掀开草席一看是富裕的父亲 于是将其抓到县衙 未经动刑 富裕就交代了全部事实 就这样富裕被证罚 熟悉他的人无不拍手称快 可怜天下父母心 而富裕的父母让人可怜之余 不免又多了一种愤怒 爱其不信 怒其不争 富裕是个畜生不假 而这个畜生却是他的父母一手栽培出来的 父母爱子女本身并不错 但是毫无原则的溺爱 未免就是在预设犯罪了 富裕的父母最后被自己的儿子害死 我觉得也是咎由自取 其死可悲 但更加可泣 父母爱孩子 但不能卑躬屈膝 教育从爱开始没错 但爱过了头便是伤害了 害了子女也害了自己 我觉得 教育孩子应该安慰病师 赏发分明才是 然而天下的父母 要么是过分宠爱 要么是过分不宠爱 很少有折衷的 宋朝时 和西村人彭大光常年在外做工 很少回家 这年秋天 她挣了不少银两 身子累了 精神上也十分懈怠 便打算回家修整一段时间 于是提前给老婆阿英写了书信 不久之后的一个下午 恒大光如约回到家中 让她感到惊恐和万分悲痛的事 阿英竟被人残忍地杀死在卧榻之上 最让人的气愤的是 凶手还将她的头颅割掉了 简直残忍至极 怀着万分悲痛之情 彭大光先跑到阿英娘家 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岳父岳母 然后再去县衙里报了官 县令很快带着武座和一干衙衣到彭家宴了事 岳母以前常听阿英说彭大光在家时 动不动就会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对她大打出手 于是她怀疑彭大光这次回家后 有一小事跟阿英发生争吵 然后一气之下将阿英杀死了 县令命人走访了四周邻居 众人军说阿英在彭大光没回来之前 一个人在家都过得好好的 那为什么彭大光也回家 他就被杀了呢 难道真是彭大光因为什么事情跟他争吵之后 一怒之下将他给杀了 齐岳母的分析不无道理啊 于是县令便命中亚已将彭大光抓了起来 待到公堂上严刑拷问 起初两次过堂 彭大光君不承认是自己杀了阿英 但他身子终究是肉做的 于是第三次被大型伺候之后 他只得招供 没错 阿英就是被他杀的 问起杀人动机 彭大光撒了个谎道 他嫌弃我这几个月在外没挣到大钱 回来之后就跟我大吵了一顿 我一时想不开 就把他杀了 那人头何在 县令想将此案办的圆满 便一再追问 同时命牙役在彭家四处查找 但据未找到阿英的人头 彭大光害怕再挨打 只能将谎言进行到底 砍下阿英的人头之后 我就把他丢到我们家后山了 可能被野狗或是野狼刀走了 这个理由倒是很好啊 先令偷笑着让彭大光化了呀 然后写了卷宗接纳案 上报周福 就等着上面下文书 最终判彭大光死刑了 话说当时主管该宪的周官叫赵连 此人不但刚正连结 还断案如神 被当地百姓称为赵青天 赵连看了此案的卷宗后 发现彭大光的杀人动机太过牵强 而且他许久未见到自己的妻子了 应该十分高兴才对 怎么可能一见面就将他杀了 然后还残忍地割掉头颅 再去县衙报关呢 还有 阿英的头颅真是被野狼或是野狗叼走的吗 看样子 这个彭大光很有可能是驱打成招打 据说听完故事点赞评论 今年会发大财 我想及此 赵连当日就赶到了县衙 再次提审了彭大光 彭大光估计自己被砍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因此赵连问他问题时 他还是一脸死灰的样子 赵连更是断定这小子有缘 于是猛的一拍惊唐木就道 本官发现你这案子有很大疑点 特意从周福赶来这里与你翻案 你却是这父要死不活的样子 难道你不想找出杀害阿英的真正凶手 替他报仇吗 难道你想给那个凶手当替死鬼吗 不想阿大人 小人是被冤枉的 闻听此言 彭大光才连忙磕头脚圆 当时的县令和事业都是一阵脸红啊 赵连听了彭大光陈述当日的详情后 便问身旁的县令 阿英的尸身现在何在 前几日已经被他家里人埋掉了 县令如实回到 赵连又问彭大光 你可记得你家阿英身上有何特别之处 我记得他右手的手背上有一道三公分长的刀疤 那是剁株草石 不小心砍伤留下的 彭大光沉吟片刻 便想起了此事 赵连暗暗点头起身 命令县令重新开关验尸 县令和事业都是一脸诧异 赵大人 难道你怀疑那句诗声不是阿英的 完全有这个可能 不然凶手为何要割掉他头颅呢 他这么做 可能是要我们都误以为那句诗声就是阿英的 从而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 赵连这一番推测 让县令和事业都有些忍俊不禁 不过赵大人接下来的一番操作 就让二人感到无地自容 当时正值秋日 因此诗声埋下去几天之后 还保持完好 彭大光仔细将那诗声观察了几遍 便兴奋地对赵连说道 大人 您说的没错 这句诗声真不是阿英的 他的右手背上没有纳到疤痕 如此说来 死者另有其人 真正的阿英 可能还活着 那么 凶手为何将这句诗声放在阿英的卧榻之上呢 很显然他是想让所有人都误以为 这句尸体就是阿英的 经过走访和调查 赵连确定事发当日 周围邻居并没有听到阿英的喊叫之声 或是求救之声 说明他跟凶手是认识的 而且极有可能配合凶手演了这出大戏 为此 赵连一面命人暗访阿英的社会关系 一面命人向县城所有棺材破大厅 最近半个月之内 城中都死了哪些妇人 莫过两天 还出去打探消息的梁洛雅一来报 阿英常年一个人在家 他远方表哥房远经常来捧家看他 有时 他也会坐房远过来的轿子 直接去到他家中 这个房远是本地的富商 行为多不检点 看到漂亮的女子总要想方设法搞到手 而且 十天之前 他家的一个女佣人 被抱病死了 这小子特意去棺材铺买了副棺材将他葬了 组合以上消息 赵连认为这个房源有很大的杀人嫌疑 他很有可能跟这个阿英有奸情 为了达到长期占有他的目的 便将他女佣人杀死 然后割掉头颅 勾到阿英床上 让众人都误认为那具尸身就是阿英的 而真正的阿英 以后就可以跟着他过快活日子了 想及此 赵连又悄悄命人找到那个女佣人的埋葬地开棺验尸 果然 棺材之中只放着一个女佣人的头颅 而他的尸身却不见踪影 喜欢这个故事的朋友 可以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赵连有此推断 放在阿英床上的那具尸身 就是这个女佣人的 于是很快 他便命人将房源拒来拷问 房源看到摆在身旁的女佣人的头颅时 什么都明白了 于是还没等到用行 他就大叫道 大人 这不关我的事啊 是阿英为了做我小妾 跟我长相厮守 而让我杀死庸人柳妈 然后丢到他床上冒充他的 原来 房源跟阿英根本不是表兄没关系 二人不过都是色胆包天之人 为了能够长期在一起寻欢作乐 竟想了个如此歹毒之计 最终 赵连判彭大光无罪释放 将房源家产全部没收后赏彭大光文银十两作为精神赔偿 而肩夫房源 恶父阿英则被判了死刑